王嘉尔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努力上进的 音乐的MV都是由自己制作剪辑的 从刚开始被人嘲笑口译 到现在普通话说得越来越好 受伤参加出玩彩盘 以便便坚持翻跟斗 对后辈练习生的提醒 也是要他们多多努力 不过刚出道时 王嘉尔并没有很高的知名度 也是不受人待见 为了提升自己的人气 王嘉尔只能拼命参加韩国的各种综艺 成为了一个综艺劳模 经过几年的努力 王嘉尔最终在竞争激烈的韩国娱乐圈 站稳了脚跟 一举拿下了韩国的综艺幸运奖 此时的王嘉尔开始在韩国打开了市场 名气开始直线飙升 王嘉尔一直有拍戏计划 但他普通话不行 而且表演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之前他买礼物 主动拉投资人也没有合作成 不过他人脉广 跟郭富城 谢霆锋 林峰那批前辈关系 出的都不错 对他有帮助 最近在接触一部香港动作片配角 他跟张艺兴属于对家 不论是年龄还是走的路线都撞了 两人平时也会互相注意彼此的新动作 虽然王嘉尔综艺更有梗 但人气比张艺兴低一点 整资源也没有什么优势 最近张艺兴跟一个比较大牌的品牌合作 团队狮子大开口 要的装发费远远高于市场价 得罪了品牌方 品牌方转头继续找王嘉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